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我这脑子里从小就在想 我说如果我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我有能力把我眼睛所看到的城市 所有的房顶都让它飞起来 我看看每一家都会怎么样 这有点卡通 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间 每一个小房间里头都有一个家庭 当然有的是单身的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 这家庭中间里有的主人 男主人 女主人 那么我们就称为两口子 小两口 还有老两口等等的 我这是一个跟我很熟的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自卑 画家 也画卡通 也有创意 也编曲 也唱歌 也玩很多样的东西 包括舞台剧 她最近给了我一本书 送给我 哦 两口子 那我在想 你没有结婚 两口子 你能够看到什么呢 但是吸引我的是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看漫画 在电视上我也喜欢看卡通 我拿了这种好奇的心 我去看 一看 两口子 她写的每一个 好像她 都对啊 都是这样子啊 有的时候 老公在喝着咖啡 太太一直跟她讲话 讲一讲讲 她不听 你不要讲话好不好 等等的 这种冲突 家庭的冲突啊 是个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冲突过后呢 两个人又和好如初 我觉得很甜蜜 可是我都在想 一个没结婚的女孩 她怎么会写出这么多东西 画出这么多东西 哦 真的有意思 我发现她花了很多的时间 除了注意自己的爸爸妈妈 她也在意别人 别的夫妻 别的夫妻 了解很多很多的 这个家庭中间的那种冲突 她把它去为化 当这种事情发生了 她画起来的话 她的那个元素啊 就永远离不开那个幽默 又去 好玩 所以我要说 这本书啊 两口子 真的非常好 上帝四伏你 这本来的故事 我会想到她的家庭中心里 她的家庭中心里 她的家庭中心里 她是最后的家庭中心里 她的家庭中心里 她是最后的家庭中心里